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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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Pixel的George 我首首首Solo BF 希望大家支持 Pixel三子,現在連George 都出了Solo歌 除了講恭喜,還要講什麼 就是講一見忠誠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那種 一見忠誠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一見忠誠的感覺 是大家都有的 大家的每個感覺都不同 但是我想寫一個 關於我自己 對於一見忠誠的見解是怎樣 講穿了,就是George要分享他的故事 歌詞之中,他最喜歡 副歌這句 大家撩乾一隻耳朵了 平時有太多金心做一隻兵 我覺得這就是大家 很多時候對於兵的誤解 就是覺得 他有我的女神 我就做兵 其實大家都會有做兵的心態 但是怎樣去看做兵 我覺得 我是真的很喜歡那個人 還有願意為他付出 其實你自己不知道 你很多時候 你為喜歡的人付出很多東西 其實你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很棒 George這麼有顏色 都有做兵仔的時候 不過他說通常都追到手 還為女神做過好體貼的舉動 自己煮飯,然後送我飯給女神 有自己煎雞 然後有韭菜蛋 然後好像有蒸排骨 因為那時候很小 我覺得那時候可以做的就是只有這個 她是感動的 我們是感動的 出女生的招數 送她回家 然後請她吃飯 煮飯給她吃 因為我發覺很多女生好像比較喜歡 普遍是體貼 有耐性 還有要真心去理解她 其實每一段的愛情 我都覺得上了一堂 其實是 我今時今日不是因為我本身是這樣 而是 要多謝很多 多謝的前任 令到我有今時今日 還是在學習的 George大方承認 這幾年都有拍過拖 但入了行後 真心難了 因為自私了 是要擺第一 至少三十歲前一定是 但其實現在的時刻 其實你不會想到愛情這件事 因為只工作 我說真的 只工作 你們要煩演唱會 Solo Pixel 劇 綜藝 其實你應該有很多事情想 你每天下班 我都仍在想 明天拍綜藝 我要想什麼好呢 明天拍劇 我要怎樣做 現在的時間分配到 這幾年 是有的 有的 有的 有拍拖的 不過現在都是覺得 好像事業對於我來說 因為其實我某程度 我覺得入了這一行 你會想 你想做一個怎樣的藝術 但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深的課題 對於我來說 還有這件事 需要很多時間去實踐 所以其實根本上 愛情這方面 你很難令你 覺得很想去做 反而是很想做好我自己 現在身為藝術的時候 每一個作品 每一首歌 我想呈現什麼 給觀眾看到 我覺得 人的 每個階段不同 其實可能說不定 我三十多歲 我突然想結婚 其實不知道 是 因為我覺得 無所謂 我會拍拖給朋友 只要我會結婚給朋友 但是 只要是 如果那一刻 覺得那個時刻差不多 我想成家立室 我想有 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做 既然這麼大方 什麼都放出來說 不如玩個 五秒定律小遊戲 看看George 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 不過一定要在五秒內 答三個答案 請問你 什麼東西 只要做好條件 其實很簡單 現在會覺得是善良 善良 跟著 會煮飯 跟著 還有他找到自己的興趣 我自己喜歡煮東西 其實我覺得 最開心的就是 兩個一起住 一個晚餐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啊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人有機心 而且善良的就是 你可以真的跟她溝通到很多東西 臉 身形和手指甲 某程度你真的喜歡Tagg的鞋 都要透過樣子去觀察到 你覺得你很喜歡她的眼線 其次就是身形 因為我自己偏向喜歡高一點的女生 那身材呢?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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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他無所謂的 女生們聽著了 指甲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你看一個人的指甲 你就會看到她平時的高級 還有就是她會花多少時間 因為我的美甲也是一個挑戰耐性的東西 但她肯證明她會照顧自己的外表 我原先對愛情是prefered 19申請 但我發現好像全部都是一件忠誠 反而一件忠誠 很多時候我不會主動 是因為我 我又不想被她黏 我很喜歡她 所以我就會問朋友 然後可能下次一起出來玩 然後真的有機會一起坐下來聊天 因為我覺得喝酒是最好的 因為某程度是拋開你那個 最害羞的東西 最後一條 哈囉 喂 還有BB 因為我不會想她什麼珠珠 因為其實如果你的日子下了 你也是 喂 怎樣了 叫全名 George平時都是酷底 要她做肉麻爺應該也挺難 而在距離她想成家立室的日子 還有起碼五年 所以她認真地希望用作品說話 特別是今次處男solo 這個緊張某程度是 因為本來這首歌上年已經有demo 但因為那一陣子其實 又要拍飛鴻騰打 搞到一些旗 是這麼彈 頭那兩次都會很壞 錄到 後來有時間回去再練練練練練 去到年尾才弄這首歌 其實是害怕的 那個人真的害怕 慘了 其實我去時候出solo 我一直都在想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都知道唱功 不是去到一個很正常的位置 但我跟自己說不要緊 還有時間練練 後來大家一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 嘩 其實大家是有一種驚喜 我自己都覺得 都有對自己的一個交代 始終第一首歌是一個開始 之後每一個作品 你保持著有進步的時候 你就更加好 反而這首BF令我享受錄音的過程 是幾不同 因為跟我平時錄Pixel的歌 是有點壓力的 因為我怕唱得不好 會連連他們兩個 但這次就是 就會覺得 好像自己當刻感受更重要 於是就很享受唱這首歌 緊張遠就是修成奇 新歌3月14日白色情人節上了架 眨眼就有十幾萬view 錄爆過MV 還不是暗爽 這次我跟自己說 不要太過欺負成績 因為我跟自己說 就是我出的作品 要首先 你要讓人認識到你的聲音 和你想做的事情 成績對我來說是歧視的 所以我也很感恩成績可以這樣 我爬完余花之後 整個人對於 可能接觸的東西多了 和看的東西多了 就發覺 其實不要那麼質疑自己 其實你越是質疑 其實你越做不到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寧願 我寧願出一個作品 它有瑕疵 它有不好的位置 至少這個人 是觀眾可以提到你的東西 那我就瑕疵我過 至少我覺得是做出來的 Phoebus和Marco兩兄弟 都發揮了最大的作用 他們倆都是耳口同聲說 加油 加油 沒有了 加油 沒有了 但是我有分享 兩隻聲音 一次 未出BF的版本給你聽 他們都覺得 嘩 很不同 和Pixel 錄音樂的聲音不同 我覺得很開心 他們很鼓勵性 沒有說 有些位置可以再改善 很多人都很鼓勵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他們兩個鼓勵 那個感動是多於其他人 因為某程度 他真的陪了我這麼多年 其實他陪了我這麼多年 某程度是 他看到你的成長 是最容易 或者最明智 自信大了 還有可以更加 對於自己的想法更加堅定 暫時找不到愛情的George 至少友情沒有放棄他 唱完BF 或者玩一下BL都不錯 MV再來個三人煮飯仔 有畫面 各位觀眾 記得收聽BF 以及去Youtube看BF 多謝